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這條35條是本次修法一個非常重要的要點 也就是說他在個案的評鑑上面 他開放給每個案件的當事人跟被害人 當事人就是民事訴訟的原告跟被告 行證訴訟的被告跟這個被害人 那這個非常的重要的一點 也就是說這些當事人跟被害人 可以直接來向評鑑委員會申請個案 但是又怕說在案件的系數中 他們會來作為干擾訴訟的進行 所以我們在相關的規定上面 做了一個申請的限制 也就是要在案件的終結後才可以提出 那另外可以想見的是 在這個法官法通過之後 修正通過之後 會有大量的案件湧入 所以我們在後面的一個41條之二第二項 也特別規範了司法院要用 依法聘用專責人員來協助 辦理評鑑請求的審查 跟評鑑事件的調查 跟相關的事物 那剛剛吳志陽委員他其實已經破題 就是本案 時代力量跟民進黨黨團的一個重要的爭點 就是說在於說這開放給案件的當事人跟被害人之外 要不要再開放給所謂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 那我們查了相關的法規大概就是在公正法跟民法的抵押權上面 有所謂的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 但是我們看一下民法的規定 它是存在於抵押權之間 我們可以去就這個抵押權的權力去想像去評斷 到底哪些算是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 在公正法上面我們看到 也可以去想像就公正書或者是遺囑或者是公正遺囑 我們去判斷所謂的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 但是在法官法35條 如果我們在這一款裡面開放成說 所謂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 我想這是非常的模糊不清的 我們難以去想像說在這個案件上 去想像說跟這個案件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 這個標準我們怎麼去界定 而且這個心智推行之後 就如同我剛剛說明的 會有非常多的案件 非常多的申請案件湧入 我們希望程序走得快 我們希望程序走得明確 我們希望在一開始申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判別說 你的申請是不是你是當事人 你是原告你是被告還是你是被害人 我們不希望在一開始申請的時候 我們就限於說所謂的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 這個不清楚的一個狀態之下 另外來觀察這個制度 我建議大家也可以從30條 第二項第一款相關的應付評鑑事由 來檢視我們這次的規範的密度是相當足夠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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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委員 下一位請給委員見明 謝謝 謝謝 指靜 加油 鐵